今天我来到俄罗斯叶卡吉林堡汽车博物馆 大楼门口树立着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园的雕像 一楼右边一辆古老马车在扬提迎兵 中间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 这只是个复制品 左边的是一辆带引擎的老式马车 汽车博物馆占地12000平米 共有四层楼 收藏了500多辆国内外的复古车 轿车 自行车 摩托车和方程式赛车 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博物馆 而这些展品都是乌拉尔矿业眼睛公司的私家收藏 人家有矿就不一样 富可敌国 一楼主要展示的是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豪华进口车 英国劳斯莱斯家常版豪华型的银色幽灵位居其中 这些非同寻常的复古车 现在看上去仍然气质出众 魅力十足 每一辆车都有一个故事 爱车人士可停留细看 品味其中奥妙 即使对车一窍不通 只要身临其中 也能感受到财富与科技相结合的魅力和便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美国引领世界汽车制造行业 这里有各种豪车 如皮尔斯阿罗 拉萨利 卡迪拉克 别克 帕卡德 等等 这一排小车是福特梯型和杜兰特资新FC的大众廉价汽车 第二和第三层展示苏联国产汽车 Moskvich 莫斯科人汽车厂 成立于1930年 1946年生产首批莫斯科人401轿车 慢慢地成为苏联汽车产业的第一大厂 中央展区摆放着苏联政府高级领导人 如斯大林赫鲁晓夫的高级防弹轿车 还有各种改装的官员 护卫车和摩托车 这些车辆代表了当时汽车行业最高的技术 以及最先进和最完美的设计理念 但这些车辆不对外销售 有些作为礼物赠送给别国领导人 1932年 高尔基汽车厂得到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特许而建立 1949年 生产胜利排轿车 1963年 转产福尔加排轿车 这些各种时期的车型 都是俄罗斯汽车工业的旗舰 这些国产汽车排成了一道彩虹 第四层是自行车 摩托车和赛车的展区 摩托车比汽车还早一年出现呢 这里收藏了20世纪初期的摩托车 包括传奇的哈雷戴维森和印度摩托车 苏联国产摩托车 如战前罕见的车型 还有常见的批量生产的带四缸发动机的摩托车 都在这里展出 博物馆对面有个小镇 美得像一幅风景画 我曾去过那里 小镇民风淳朴 平静安逸 这里摆放着各种类型的方程式赛车 好像正在进行一场赛车比赛 从第四层咖啡厅的窗外看去 能见到军事博物馆露天展区 汽车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是连在一起的 您如果有时间 一定要买票进来参观 绝对不需此行 博物馆还展示各种工具车 如救护车 货车 越野车 房车 这是格瓦斯车 格瓦斯是一种面包饮料 很受欢迎 我是苏春 春道夜卡与您分享